12岁的钦差大臣胡言沛显,以犒赏三军的名义,要下边关取拿攀人美,五万人的队伍还带着那么多东西,俗话说呀,兵要到万那是无边无厌,这队伍浩浩荡荡的就出发了。 跟随胡言沛显的镇殿将军杨振邦,全副佩挂,不离胡言沛显的左右,有不少人来送行,像什么老太君,杨六郎,王丞相,高王爷,正王爷,赵普,马老太君也来送行了。 杨六郎特意嘱咐胡辈显,如果拿到了攀人美,一定要到黑水河畔,小树林里头那三棵杨树当价,把杨七郎的尸首给带回来,还告诉他,打听一下两郎山金刀杨继夜的尸首下落如何。 同时还告诉他,陈林柴干的,这是我的两个好朋友,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找他俩帮忙。 胡言沛显都记着了,送到了十里长亭,不能再送了。 马老太太一个劲之哭啊,老太太是再三嘱咐杨振邦,振邦啊,你和他父亲是好朋友,这回去可全凭你多照看着了啊。 沛显说,娘,别哭,你挨着,齐爱睡就当秦才大秦了,你还哭啥啊,放心吧,没事。 胡辈显骑着马,与杨振邦带着五万军队,奔着边关来了,这一路上。 胡言沛显把自己的想法和一些初步做法都和杨振邦说了,到那儿,我们呢,这么办,这么办,不行,我们再这么办,如果他要去那么地话,我们就再这么办,这么办,完了之后,实在不行,我们再那么办,就这么办,你看怎么样。 杨振邦带说,对,那就这么办,一路上长探马,短探马,流星探马,接连来报,这天,离燕门关不远了,报,北路昭桃市边关大元帅潘仁美迎接钦差到十里之外。 胡言沛显吩咐,咋就对我,潘仁美啊,真来了,自从杨六郎逃走之后,潘仁美派人四处找杨处, 谁也没找来,最近朝里边又来了两回圣旨,要调他回朝议事,潘仁美借口军情紧张,没回去,为什么呀,最近呢,北国的萧太后,暗地里派人,跟潘仁美勾勾搭搭,要买通他,打算要让潘仁美协同他们北国,一起到达大宋, 答应他个条件,如果把宋朝推翻,跟潘仁美平分江山,一家一半,让他在中国做皇上,同时还启发他,说你别看现在这皇上是你姑爷,那没用,你得为他守着大门, 汉朝的王莽怎么样,他就是杀了姑爷,自己才坐上皇上的,你潘仁美为什么不干呢,你现在又有兵权,又有势力,潘仁美呢, 对于究竟反不反这个事,现在还有点二心不定,最后这主意还没拿准,他老奸巨华呀,怕北国萧太后说了不算呢,正这个时候得到了公文, 说钦差大臣胡言配贤,奉旨来犒赏三军,潘仁美一听,胡言配贤,哎呀,这个人是谁呀,朝里边没有这么个人哪,福姓胡言,别再是跟胡言赞有什么瓜葛吧, 我说我总是心惊肉跳的呢,潘仁美这些天哪,老做噩梦,不是梦见老令公啊,就是梦见杨七郎,有时候还梦见杨六郎,就数前晚上那梦吓人, 梦见胡言赞拿着一条腿来找他来了,把这条血淋淋的腿一下子就堵到潘仁美的嘴上了,那血水是又腥又臭, 把潘仁美给噎的,愣个噎醒了,睁眼一瞧啊,不知自个儿是怎么抓闹的,把自个儿那袜子放自个儿嘴上了, 潘仁美这人哪,还最信神鬼,昨晚上趁那大伙都睡了的时候,在后花园烧了三炷香,自个儿在那倒过了一阵子, 让这些死鬼们哪,别再来缠磨我了,您可记住这茬,潘仁美后来倒霉,就倒在这信神信鬼上, 所以今天他一听钦差的名字,他犯了疑了,又听出来了五万人, 嗯,不是来抓我的,有谁告了我了吗,嗯,不管怎么样,我得严加防范, 你真要是来抓我的,我就让你有来无回, 潘仁美事先就做好了布置了,告诉潘龙潘虎, 调集军队到燕门关附近,听候命令,准备着一旦要是看事不好,救手,就叛变了, 跟北国萧太后勾在一起,杀奔东京,做皇上, 潘仁美布置完了,这才来到城外迎接钦差, 胡言沛显呢,吩咐扎住队伍,队列排开,让潘元帅马前回话, 你看这小孩啊,别敢说话有点见舌子, 这事儿小脸绑上了, 钦差大臣的这架子拿出来了, 拆一吩咐,潘元帅进见的, 潘仁美下了马, 步行往里走, 后跟着边关重将, 稀里呼噜的一大帮啊, 来到胡言沛贤的马前, 胡言沛贤在马上一看, 潘仁美头戴三叉帅子飞, 身穿大叶黄金甲, 外昼星星血染大红袍, 半吞半袖, 走了一下跨了一口三尺宝剑, 双锤灯笼碎, 好大的威风, 好大的派头, 潘仁美进来抬头一瞧, 这怎么来个小孩儿, 往旁边一看, 是镇殿将军杨振邦, 这个人他认识, 但是没有什么交往, 究竟哪位是钦差啊, 杨振邦在旁边说话了, 潘仁帅, 这位就是奉旨钦差, 胡言沛贤, 潘仁美一听, 这位就是钦差啊, 这个时候, 在他那个脸上, 有一丝激讽的笑容, 在那眼角的鱼尾纹里边, 粘不溜的就挤出来了, 就这个细微的表情, 胡言沛贤看出来了, 潘元帅, 我在, 你守卫边关劳苦功高啊, 本钦差, 本应下马败战元帅, 怎奈圣己驾到, 亡命在身, 恕我就不下马了, 杨将军宣读圣己, 是, 潘元帅皆知, 大臣灾, 潘仁美赶紧就跪下了, 后边众将呼啦一声, 全跪下了, 杨振帮原文照读了一篇圣旨, 潘仁美着重就听到了圣旨的最后那两句话, 沛贤所到之处, 如震欲驾心灵, 潘仁美心想, 哎呀呵, 这个小孩儿皇上挺器重他呀, 不过他有什么本事呢, 这么器重他, 没敢多想, 臣遵旨, 潘仁美接过圣旨, 怀中一报, 胡言配显吩咐五万人马扎在了城外, 只带着杨振帮和五十名虎奔队, 一块进了城, 城里头啊, 从城门到帅府门, 列队五十七阿道欢迎,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动动动动动, 苍苍苍苍, 动动动动动, 苍苍苍苍, 鞭炮是石翔一光, 跑板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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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大伙都瞅着, 瞅什么呀, 要瞅这位钦差大臣, 仅想看看, 看钦差大臣什么样, 瞅瞅, 哎, 哪位是钦差大臣的, 哪位啊 那大哥的呗 你没瞅见吗 川金盔金甲 就那位 不对吧 旁边那小孩那谁啊 旁边那小孩啊 旁边那小孩那大概是钦差的儿子吧 去你的吧 那钦差还有带儿子的 那怎么着 人家就一个 不行带着出来啊 家里没人看 那去吧 旁边都议论 很多人把胡言佩显 当成了杨振邦的儿子 胡佩显呢 被迎接近帅府大堂 潘仁美让胡佩显请到上座 钦差 请来上座 佩显一看 袁炫 虎不离仙 帅不离位啊 还请袁炫相救吧 潘仁美说 好一个帅不离位 来 把座位赤兵 升职公贼当中 大伙全坐下了 胡言佩显说 潘元炫 圣像 有两回盛起调你呀 要加封你呀 你知道吗 知道你劳苦功高 可是你说军情紧张 不能去 结果嘛 就派我来了 派我来靠享先军来了 圣像 给每位边关的君主 带来了美酒 牛羊 给每位边关的校尉 带来了金银酬断 给潘元帅您呢 给您特地又带来了一份礼物 请潘元帅跪接 是 潘元帅赶忙 站起来又给胡言佩显跪去了 胡言佩显拿出一张礼单来 上面写的是 白银千两 黄金百两 绸缎百批 每一九十坛 双手递给了潘元帅 潘元帅接过这个礼单来 谢主隆恩 潘元帅把礼单接过来之后 又吩咐人 把礼物收过来放下 潘元帅落了 心想 看样子不像是来抓我的 可能刚才这是我多疑了 不过还得再看一看 先别忙 休息了一会儿 就在大帅府设酒宴 给钦差大臣接风胆臣 这大盘子可就摆上了 桌子上边摆着凉的热的 荤的素的 牛的羊的 猪的狗的 甜的 咸的酸的 辣的 炸的 炒的 溜的 煎的 有碰着筷子 就酥的 有盗嘴里边就化的 有咕嘟咕嘟直开的 还有嘎巴嘎巴直响的 胡言配显满满满的 胡言配显是一饮而尽 众将是都把酒干了 接着这又给潘仁美敬酒 潘仁美转过来又给钦差敬酒 潘仁美陪着胡言配显在一张桌 潘龙潘虎呢陪着杨振邦在另一张桌上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一个个喝的链也红了 心也热了 话也多了 这盘子 噼里啪啦也响了 潘龙潘虎和杨振邦在一张桌上 受他爹的指示 要侧面的想了解一下这位钦差大臣的来历 潘龙端着酒杯 哎 杨将军 这位钦差大臣是哪儿的人呢 过去怎么没听说过呀 杨振邦故意的把声音压低了 我告诉你 少帅 这位钦差可了不得呀 这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 神童 老家是云南的 哦 老家是云南的 他是谁的儿子 不清楚 父母都早死了 这位是个孤儿 从小啊 就被西越华山成团老祖给收去了 当徒弟 学艺八年 今年才出山呢 王丞相宝将给皇上的 别小看那小孩啊 什么都懂啊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尤其是跟他师父学的 专会看麻衣神像 会像面 那面像才准呢 一看你 就知你怎么回事 能够预补你未来的鸡胸祸福 啊 是吗 有这么大能力 那当然了 要不然的话 能让这么点的孩子来当钦差大臣吗 哦 好 好 一会儿我去找他给像一面 嗯 那你得再等一会儿 嗯嗯嗯 好 好 这酒喝来喝去呀 喝到一个个的眼也捏了 舌头也短了 那话全都听不出那树来了 两好啊 我会把匹马 全都聊 什么玩意都不知道 攀龙啊 端着个酒杯 欢欢当当的给钦差大臣来敬酒来了 嗯 钦差 我敬您一杯酒 我听说了 您是神童 我请您去喝这一杯 嗯 我爹啊 他叫爹也没换换位置 冲着胡言佩显就叫上了 怕人美气够呛 你爹在这儿呢 啊 对 我爹 我跟我这 我知道 我跟你说的 这位神童啊 会看麻一像 上之天文书下之历历 您应该让他呀 给您看一像啊 啊 说完这话过来 趴到潘仁美的耳根子上 我说爹啊 我问明白了 他是云南人 是个孤儿跟胡言赞没有什么关系 嗯 潘仁美这这儿喝的也晕得呼的了 一听跟胡言赞没什么关系 就更放心了 啊 秦柴 您真会看麻一像吗 哎 我呀 我是跟我老西成团的 倒是学了那么一点 不过啊 没全学会 也就是能一般的看一看吧 哦 那 能不能给我看看像啊 那当然可以了 还可以了 那 来 您做好了 做镜子 做镜子 哎 就镜子 别动 啊 嗯 潘仁美做好了 胡言赞显认真地瞅了瞅潘仁美 一瞅潘仁美这模样 大四方脸 两头眉毛像板刷子似的 又黑又重 眉毛底下这俩眼睛啊 细 而且还长 眼珠在里边藏着 在正常情况下 那眼珠在哪个位置上 谁也发现不了 看不出他那个视线 头像什么地方 可他看别人 看得特别清楚 大蒜头鼻子 大嘴叉 一部黑不黑 黄不黄的胡子 扑在了胸前 胡言配嫌 假装着端下了半天 哎呀 潘元帅啊 你这个相貌 可不是凡您呢 相为天堂 下为地阁 左为蓝台 右为品贵 您是天晴饱满 地阁方圆 尤其是您印堂发亮 这主角 运气亨通 您把眼睛再睁大点 我看看 潘元帅 把这双细眼睛 使劲地睁了睁 不使劲睁不开 胡配嫌心想 这个老兔子 这眼睛 讲得挺下银呢 不经大都看不着眼珠 嗯 胡言配嫌 假装着仔细地 看了看他那眼睛 哎呀 您这眼睛 可以学习 没见过 哎呀 您这个眼睛 您这个眼睛啊 就一大跪呀 不过我不能跟您说 得等到没银的喜好啊 我再跟您讲 哦 那好 那等无人知识 那就再说吧 潘元帅心想呢 我这个眼睛 是什么眼睛的 嗯 潘元帅 自个儿也懵了 胡言配嫌 把酒杯又端起来了 哎 冲您这双眼睛 我还得跟您 干三杯 来 哦 好 干 干 潘元帅又喝了三杯 胡贝嫌呢 他在自己那袍袖里边 偷偷地放了个手巾 酒杯端起来 两手一抱万的功夫 这杯酒 奔 到袖子里了 古代年间 宽袍大袖 看不出来 所以胡言配嫌 根本没有喝什么酒 潘元帅这酒 可没少喝 那就黄蜂玉酒啊 多年的沉酿 倒在碗里边一晃 瞅着都刮碗 喝到嘴里边是越品越香 潘元帅能少喝吗 胡言配嫌 看潘元帅喝的差不多了 潘元帅 来 咱俩到各个桌下 给大伙都敬几杯酒 好 那么我也给你都介绍介绍 潘元帅在前边胡言配嫌 在后边举着杯 给各个桌上众位将官敬酒 每到一个桌前 潘元帅都给介绍一番 这是陈林 这是柴干 那个叫郎千 他叫郎万 这是钦差大臣 哦 钦差大臣 您 来来来来 你们都劳苦功高 喝酒喝酒 喝喝 哎 干 棒 转了一圈 又回到自个儿这桌上来了 潘元帅呀 这边关重将都到齐了吗 啊 除了巡影放哨 不能脱身的之外 一般的都到齐了 嗯 哎 我听说 你这个边关里头 有个总监军和我同姓 也姓胡言呢 这个人 怎么没来呀 啊 哦 你说的那是胡言赞吧 呃 他压粮运草去了 而至今还没有回来 嗯 还没回来 呃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 胡言配显一看这一问他 潘元帅一震动 从他脸上的表情 可以看得出来 胡言配显暗暗想到 从你这个样 证明我爹是被你给害了 这是没有假了 你个老小子 你怎么知道我姓胡言赞的 哎 这 配显这小孩 心里边这么想 表面上装的还挺像 潘元帅呀 姓胡言的 不多呀 所以我听说 咱们就有个姓胡言的 我就想打听打听 说不定 跟我姓老乡呢 啊 是啊 呃 胡言赞是河北 滨州人士 呃 秦差你呢 哎呀 那不对了 那不姓老乡 我离他太远了 我姓云乃银呐 来来来 喝酒 喝酒 啊 来 喝喝喝 又喝了一阵的酒 潘元帅也有点盯不住了 说话 舌头也短了 啊 秦差 文帅 多叹了几杯 我不能再陪你了 潘龙 送我回去 我要休息了 钦差大人 我失陪了 潘龙潘虎 还有手下的四从 穿着潘人美 背后边休息去了 胡言赞贤又待了一会儿 假装着身子一晃 哎呀 哎呀 我这叫的也受不了了 我怎么叫脚底肌发远呢 哎呀 大概我就也去醉了 胡言赞贤这说醉了 可把杨振帮给吓坏了 杨振帮在旁边赶忙就过来了 啊 秦差 你醉了 来来来来来 上哪去休息一会儿 你 杨振帮怕什么呀 振帮心想这小孩没经过这个世面呢 真喝醉了的话 要把这点底气都给嘟了出来 那就麻烦了 哎 你怎么样 胡言赞贤偷偷的瞅了杨振帮一眼 滴滴的声音告诉他 我告诉你 我没谁 我现在去装起来 啊 杨振帮心想你的装着玩儿装起来挺像 呃 那怎么样啊 用不用上 上金厅仪馆呢 不不不不 你别看我现在坠了啊 我现在坠了 我还得要去看看潘元帅 他喝多了 我得去看看他下 啊 说的话 沛险让潘龙领着他来到了潘仁美的卧室 前面潘龙把门一推 爹啊 金厂仪人来看你来了 你还睡啊 潘仁美脸朝礼已经睡过去了 潘龙被吵着胡言赞贤一摆手 噓 不要惊动他 你们都出去 我有话要跟他自己说 啊 好 现在那儿有话听个个说 潘龙转身出去了 屋子里边就剩了配贤和潘仁美这两个人 胡言赞贤把门关上 从桌子上面拿了个茶碗 倒了一碗水 把这茶碗端起来 罩那地上 啪 打碎了 这身份挺大 潘仁美一转身 嗯 嗯 嗯 他这么一转身的功夫 胡言赞贤 咕噔 给潘仁美跪下了 就跪在床前了 潘仁美正眼一颗 哦 哎哟哎哟 秦柴你这是怎么的咯 哎秦柴快起来快起来 你怎么跪去了 他赶忙把胡言赞贤给掺起来 潘元帅 我跪下 为了去在皇帝面前讨风 啊 这句话把潘仁美下构下 他赶紧下了床 推给房门 往外边看了看 没有人 然后把门又带上了 转身回来 秦柴呀 你是不是喝多了 没有 没有 我向边关来干什么 你知道吗 啊 你不是来靠上三军的吗 嘿嘿 我跟你学习话吧 我呀 就是来找你来的 我西府华山演戏 陈船老主啊 前级五百年 后级五百载 人世间 滩桑变迁 都在他手掌之中 他也观天象 却大宋王朝 气数将尽啦 在北方 有一颗新星发起 不久就要取而代计 西府派我出山啊 为的是找寻真龙天子 我问我西府 谁是真龙天子啊 我西府说 天际不可泄露 让我到北方寻找 我下山见了宋太宗 正赶着有这么个 犒赏三军的事情 我就上北边来了 来了没想到 就把您给找着了 刚才九十年前 我给您下面 说您的眼睛 您知道我为什么 当面不说吗 哦 为什么呀 您那个眼睛啊 是双瞳孔 大瞳孔里边 还有个小瞳孔 长这样眼睛的人呢 开天匹地 到现在 就只有一个人 谁呀 大顺皇帝啊 姚顺宇 知道吗 这是古代的明君 大顺的眼睛 有双瞳孔 俗话说 姚眉瞬目吗 你和瞬的眼睛一样 这主着 有帝王迹象啊 盼人眉一听 晕了 哎呀 我活了六十多岁 没发现 我这眼睛 跟大顺一样 我自个儿 也没仔细看看 啊 盼元帅呀 这还不算呀 刚才呀 我来看你 进屋去后 我想给您倒杯茶水喝 可一准谁的功夫啊 可把我给吓坏了 你呀 现元行了 嗯 现元行了 盼人眉心想 不是人才现元行的 我怎么也现元行了 哎 我告诉您啊 我一看床下 盘着一条金花花的龙 下着我一哆哟 插杯打了 下不 您也醒了 龙也没了 这说明啊 我媳妇说对了 真主就出在北边 今天我就找到了 您就是 所以我跪下 等您的黄蜂 您的蜂乖呀 佩显这一番话 盼人眉坐在床上半天没言语 他心里合计 这是真的吗 难道我盼红 真有点皇帝之命 进来萧太后 差人和我商量 要让我反大宋 和他平分江山 难道说这就是开始 就是那小孩信不过 那么他师父称团 那可是名人哪 他许算出来我盼人眉 有一地 胡言佩显扑通又跪下了 快点 你疯不疯乖呀 盼人眉说 嗯 如果我真要能有九五之尊的话 那么我就封你为神童护五国军师 胡言佩显说谢举龙恩 佩显心想老兔宅家 这回这第一步 我算成功了 就 MARTIN beginning 我们 relax 到镜头 中文字幕 我们下轶